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副行长 劝你一句啊 你要端正你的工作态度 大家都是为了公事 是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公事 我刚才的确没有控制好情绪 是我态度不端正 您看这样行吗 我手头上还有好几个项目 我想出去跑一跑 给龙元航洗储 我跑完立马回来 继续配合你们 不行 你走了 我们找谁去啊 绝对不行 林副行长 来 你坐啊 这次检查啊 你一定要重视起来 这个重视程度 你提到多高都不为过的 你作为副行长 你不在这儿 那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呀 我回总行 我怎么交代 是 那曾总 你们这回来 要检查多久啊 你要是积极配合的话 我们力争在 一周之内 完成任务 然后向总行 交一份圆满的答卷 这 就 那么点东西需要一周啊 那您这个工作效率也够低的 你在教我做事啊 总行的合规检查 你把那个文件好好地看一看 别总是把眼睛放在跑业务上 你这样是很难进步的 一些规定 在短时间内不太好理解 那就像你说的 那不合理嘛 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 那遇到不合理的 那再改回来了 是 您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是走一步没一步呀 信用卡业务各个银行都一样 当时推出来的时候 要求我们记忆推销 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呀 那客户自己办完 那自己不用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国家没损失 银行没损失 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这怎么能叫没损失呢 柜台上每办一张信用卡出去 经手的营业员就有奖金 如果客户办了一张僵尸卡 那我想请问 这笔奖金算不算是损失呢 那银行的业务费用 它也不是确保每一笔都赚钱的呀 那要不然你们就规定 客户他要是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你们就不发奖金费 另外我们还查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 你比如说 一些客户申请时收入来源证明材料不充足 甚至有些没有递交 那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能申请信用卡呢 而且申请信用卡的人中 全国各地的都有 他为什么偏偏要跑到龙原来办呢 我不是第一天进银行 我知道规定 我也不是第一天 检查银行的流程和规范 我知道你们怎么玩 那你们自己查去呗 今天的业务受影响 你们来负责吗 规范流程 消除弊端 才能更好地完成业务 你要端正你的态度 我给你们讲 就没有这么高的 我们家好几个警戏 干了半倍的银行了 哪有这么差的呀 不是说检查规范流程吗 什么检查规范流程啊 显示是狗乱的 那不是他们这么查呗 真查出来问题 那也好伪的问题 我们才来几天 能有什么问题 查出来的问题越多越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 好委派来的 那曾凯川的级别 可比他高多了 就不信人家在总行 有靠山啊 他们什么时候走 差不多一周吧 饱了 他们这次来 就是为了消耗时间 不让咱们完成 那一步唯一的目标 有这么简单 总总 之前的项目虽说有点问题 但咱们要再这么查下去 是不是为了出动了 接着说 因为之前很多项目 都是好行长经手的 咱要飞鸡蛋里挑骨头 说不规范也行 但是咱们来不是不查这个吗 好 这样 把所有的问题啊 都汇总到我这儿来 然后由我选择之后 向总行递交 其他的不要多问 对 今天晚上加个班 谁也不要提前早走 林副行长 曾总 跟大家说一下 晚上加个接班吧 工作到 九点半 十点半 一方面我们可以早点结束 另外一方面呢 你们可以早点开展正常的业务 曾总 您看这样行吗 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吧 柜台上站了一天很辛苦 我留下配合 谁不辛苦 大家都辛苦 就这几天 坚持一下 林总 我是真佩服你啊 这招太绝了 那个 曾总啊 也非常有睡眠 就那么几句话 把林强制得服服帖帖的 要不然能派人家来查吗 是是是 林强现在是一动都不敢动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他这一次肯定不行 林总 您是了解我的 配合工作人员 我是非常认真的 这一周 就这一周 我保证把领导的 眼中钉 肉中刺给罢了 小明儿啊 辛苦了 应该的 领导 要不然也给你找个人安安 不不不 您安 我先回家了呢 去 找人来 我 那个 三十七号 其实他安安的那个 我想叫 去吧 谢谢林大 你愣那儿干吗呢 发什么呆啊 这神像什么操作啊 快攻一块儿集火他 快点 你们干吗 你们干吗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玩游戏 马上分盘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担心有用吗 这么大个题目 稍不留神人给上面参一本啊 说咱们是不配合总行工作 就咱们这小身板能扛得住吗 所以呢 摆烂了 不过就加入玩游戏 就得遵守江湖规矩 监查就好好查 查到底 你们有办法了 你们别烦啊 今天晚上是我俩的游戏之夜 你们赶紧回去打牌去 看 犯了天啊 疯啊 说了 来 来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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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一大早呀 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示 来学习总行的文件 很惭愧啊 这以前的我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 直到昨天我都没有想清楚 可您看今天 我这不就改正过来了吗 这清查程序的规范性的确很重要 要是我的属下有问题 我绝不姑息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揪出来 同时呢 我也做了一个 深刻的自我反省 自我接受龙岩行以来 没有认真地看过 之前的业务往来 的确是我的问题 这不正好吗 趁这次机会 好好地补上一课 这很重要 好啊 改得很好 来 请请请坐 坐 请 坐 坐 坐 中午吃好了 其实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摘不到一点班 今天都没见林强出来啊 不是忙着查账呢吗 说是要大一面亲什么 别老瞎嘀咕啊 张安明 林航找你 哦 一月份报销了七千两百三十五块七毛五 二月份还报销了八千二百四十二 曾总 李副航长 嗯 李副航长 您找我 知道为什么找您过来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曾嘉明同志啊 国家培养你不容易 那这大主板 我前面还有业务 你不能为业务化 来 请坐 有空的时候 多读一读总行的规定 看一看总行颁发的文件 只有思想转变了 那生产力 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吗 你看我 不就被曾总给教育过来了吗 那你说吧 什么事儿 你工资有问题啊 平均一个月的奖金 有一万块 奖金的事儿 郝航长是知道的 本来客户就是我带来的 我就应该分一部分的 你后来不让分 我就再也没分过呀 你提这些旧账有意思吗 你别着急 我要说的也不是这个事儿 我问你啊 你怎么那么多报销啊 平均每个月 要报销八千多 都是正常的业务洽谈 一万加八千 一个月一万八 这收入挺可观呀 这些报销都是合规的呀 你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我当然会去查 那没事儿了 你去忙吧 曾总 咱们昨天发现所有不合规之处 我都做了记录 今天一样 我一样会做记录 驻航说得对呀 这个郝伟行长不在 这单子 还的确得由我来挑 同志们 咱们可得认认真真 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您副行长 成长得挺快呀 看您说的 这不是曾总教导有方吗 咱们一旦发现不合规之处 我会立马去改正 这个业务流程越规范越透明 那咱们银行不就越好管理吗 在这一点上 我永远和总行站在一边 疯了 这小子疯了 您听听 您听 我这血压又上来了 领导 要不然您回来吧 换我去装几天病行不行啊 他不是啊 他 他就是个不定时炸弹 他谁都查呀他 您光靠曾总没有用的 别问我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招待费啊 的确是很奇怪 给我打个比方啊 你说你喊了这么多人来查 查了半天 那查出来的都是动物园的门票 那怎么着 和齐全大盛谈上业务了 那下回 那我租个游艇 我出海 我去东海龙空谈啊 是不是 行了 这次啊 基本上 流程规范 查到我认为 可以了 差不多了 这才过了一遍不够吧 领导 您当时不是说要查一中吗 是啊 得一周啊 但是第一遍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收货还是挺多的 今天不加班了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呢 开个会 把第一遍的检查报告写了 然后交给总行 我们明天听下总行的意见 然后再接着往下查 对对对 领导也累了 今天就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 那 今天就不加班了 那玄子我出去跟他们说一声 来 来 领导说了啊 今天晚上啊 就不加班了 太棒了 谢谢林导 谢谢林导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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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你怎么给你这么狗的啊 你们可以下班了 我和郑翠加个班 下班打个戏不行 去我能打牌去 领导 来报销 会给你准备的 反正该药的材料给他就是了 这两个人疯了 真的 曾总 费劲了 这扫子 好 进 很荣幸 能够为各位领导服务 那咱们就开始 开始 你们怎么进来的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两个是跟踪我们的吗 我看您说的 亏了有这回检查 我们才在招待费里边发现了 这么多租疗场的发票 这不才跟过来吗 领导 您这个心脏不是要搭桥吗 这个蒸桑拿对心脏可没什么好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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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说事 好了 没 有什么好事的话 有什么事 说吧 领导 您看这样 您跟曾总自己出来蒸桑拿 那曾总收典那几位同志也都很辛苦 这样 咱龙原之行拿招待费出来请大家洗个澡 这样多好 有道理 对吗 我也这么觉得 领导 领导 咱是不是有点过了 领导 您看这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场合 就是开个玩笑吧 嗯 但我们这次来其实是有正事的 好 来跟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嗯 那通过这回检查呢 我们总共发现了十二处 不合规范 程序错误的地方 其中有三处是工作人员办信用卡求多的问题 那为了奖金无效之处 那这一点我会去督促改正 嗯 其中有六处是招待费的问题 没有按照总行的新规定做详细的注解 那这一点就需要领导回去之后慢慢补齐了 嗯 还有两笔贷款的问题 是缺乏正当的财务往来记录 那这个就需要提交到总行 让总行再去审理一次 嗯 那最后一点啊 就是张家明同志的奖金和报销问题 嗯 嗯 哎呦 我的报销的单据我自己会补齐的 请领导们放心 猴子给你的票据啊 用你管 你们俩赶紧出去 那不行 那服务得服务到底 是吧 来 不不不 林响 林响 谢谢 谢谢 你们可以走了 啊 那 那行 那我还是衷心地希望领导能够尽早地返回工作岗位 啊 纠正一下之前的这些问题 咱们得走一步试一步 可不能走一步退两步 对 是吧 对对对 哎 领导 再跟您汇报一下 我俩呢刚才已经把唱节了 嗯 发票还是开的招待费 按照规定 已经在发票背面 把各位领导的名字都写上了 哼 哎 得把咱俩的名字也加上 啊 这个招待缘由是汇报工作 好 等会儿我又回去 哎哎 哦 哎 那就不打扰各位领导享受服务了 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来 你安排两个就年轻点的那种 来 来 服务 手劲大的呗 对对对 领导 您不是让我下去查林强 说要查他一个星期吗 我跟你说实话啊 坚持不下去了 豪伟本身啊 那种不规范的地方太多了 而林强是刚上任 你查不出什么来 我们去了之后 林强就慌了一天 回头啊 又比我们还要积极主动呢 要是这么查下去 我估计林强没什么事 郝伟先进去的了 臭小子 还挺有脑子 领导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那林强这事我查还是不查呀 你们俩商量着要整晓菱啊 为什么 没有 她跟豪伟那边关系出现点问题 是豪伟主动要求的 行了 你别管了 郑总 你怎么能整晓菱呢 谁的主意啊 是她自己惹的 她非要吹牛 说一周能吸出五个亿 这明显不把领导放严厉 你先回去吧 回头再说 行了 走了 我走了 老权 欧气不能这么欧啊 自己带出来的孩子 往私里弄他 我没有弄他 我没有想功夫弄他呀 那晓菱说的是不是真的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那你是信她还是信我呀 我就相信我看到的 这半年你总是失眠 坐在这儿就是挨声探机 你当我不知道啊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晓菱这孩子 跟我一样担心你 我是知道的 行了 赶紧睡觉吧 这两天的业绩 大家千里都有说吧 确实是一部分原因 因为抽检审计 耽误了一些时间 但是后面 我们必须得加把劲 因为还有 好 欢迎郝伟行长 重返工作岗位 鼓掌 您身体好些了吗 还可以 好了 您怎么来了 还没吃早饭的吧 我去给你买点 开会是吗 是 继续吧 关吧 探人一回来 咱这五个亿就难了 他是看你这五个亿完不成了 等你走了 你的业绩他在领点奖金 他就是抢你胜利果实来了 这不是还有三天吗 咱们加个油 反正我好久没这么痛快 那你等我们发到奖金 你再走呗 你可真现实 走了 上班 上班 还有就是 您去按摩的事 他们还没有散播开 但是得防着点 进来 好 最近一段时间您不在 工作上的事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好啊 赵明儿 你忙吧 请坐 要不要喝喝茶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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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麻烦 那坐吧 来 最近我行展开了 针对校园的阳光理财 得到总行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大学生 林永浅理财这一块 取得的成果比较好 行 你不用介绍了 这些啊 采访上都已经看见了 虽然是养病 但是我也不能不工作呀 对不对 是 是 这些天的工作成绩 还是很可惜的 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一下 之前我还听说你是个刺儿头 跟钱总因为贷款的事情 闹得不可开脚 我还有点担心呢 因为咱们龙元行是个小行 我刚来的时候 哪有这样的业务啊 我是待了半年 才把龙元行给筹建了起来 是 听说了 哎呀 那个时候您是真的辛苦啊 辛苦谈不上 就是观念有点老 也有些不足 比如说 你刚来的时候我对你有些防范哪 不过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忍之常情嘛 理解 理解 对 我现在能看到你有这样的成绩 我是由衷地高兴 不过也很惭愧啊 向年轻人学习 确实不是一句口号 我希望我这么说 能够消除我们之前的一些误会 好不好 您看 咱们俩之间哪有什么误会啊 我就是缺乏工作经验 能来这儿学习 我真的是非常珍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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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那你先忙去吧 哦 对了 之前你执行的那个内部调整方案 我非常赞同 咱们继续执行 好不好 行 行了 忙吧 好 这次检查单据有一笔贷款 我觉得有点问题 您看啊 这个王凯运先生 在我行贷款了九百万 我们把钱打到他们的第三方企业 可是我发现每个月有一笔钱 会回到他们的主体企业里 贷款的用途是翻修 我怀疑这可能是资金汇流啊 这个王总 心态记录良好 换款能力强 我们没有理由不带给他呀 我调查过他 他名下有五六家公司 其中有好几家业绩 不是很好 这次用的是远洋轮船公司带的款 用途是翻修鱼船 我们做带后检查的时候发现 并没有明显的翻修痕迹呀 林保长 我们按照正常程序放款之后 这个客户一直是按期还款 在带后检查的时候 也没有明显的资金回流 和挪用款项啊 你做事啊 不能有主观恶意猜测 我还查了他合作公司里的 其他股东 在我们其他支行也有贷款 我做了一次推演 这一笔九百万 提款期限三年 这一笔两百万 提款期限两年 这一笔三百万 提款期限两年 还有一笔两百万 提款期限一年 虽然单笔金额都不大 而且时间也不长 可这加起来也不少啊 我完全有理由可以怀疑 他们可以用将近九年的时间 拆东墙 补西墙 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贷款 这是钻了咱们的空子呀 一旦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那风险就大了去了 况且他们这贷款用途 也存疑啊 然后呢 不是 你说我又不是侦探 他们要是真的触犯了法律的话 有的是人管他们 有金融监管部门 有经侦 我只看他们的程序 是不是合法合规 恶意猜测 不是我们该干的事 不过你说这个情况 我可以向总行反映一下 好 诶 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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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师傅 不好意思啊 不不不 进去 强哥 进去 你干啥 我有事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听完肯定能蹦起来 有事说 刚白沙行的老大给我打电话了 你多大本事啊 白沙行的老大给你打电话 干人事的 我路子当然野了 他说 听说了你的业绩 知道咱们在这边不受待绩 说想请你吃个饭 还说正想把下面两个支行合并一下 你要是愿意过去 给你个正直 别装了 蹦吧 要去 你去啊 我不去 什么意思啊 你是真耽误事啊 你 不是 那这五个一压力不就没了吗 也不用去那青红山的鬼地儿了 李强 你就不知好歹吧你 你去 来了 老好 说好 坐坐 我可没太多时间陪你啊 我手底下可没你这么能干的人物 行了 你也别捧我了 我来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 不是 我怎么听说你像总行和其他制行 都一直在说林强的好话呀 因为他业务能力很强啊 你看这才几天的时间 西楚新增了一亿四千多万 你放眼望去 下边支行这些副行长 谁有他的这个业务能力 他答应的是我意啊 现在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个你心里清楚啊 南城 白沙 几个支行可都在想尽办法挖掉走 他们想要人 那你就让他去啊 就是你金融街想要他 我也放人 我跟你说 老好 你们之间的个人恩怨 我不掺和 至于他去留的问题 咱们开个会 公开地讨论一下 不这还需要开个会吗 行了 就这样吧 行吧 老好 我给你个个人建议啊 如果我是你 这种人我不会放纵 行 林小嫂 我找你谈点事 拿着你的饭进来 边吃边聊 我吃饱了 可算活过来了 可算活过来了 上午已经找我谈完了 说啥了 说啥了 说啊 端正态度 就他长嘴了 你天天的鸡毛当铃剑 有病啊 这一段时间 你最近犯了不少错误啊 这一段时间是不是疏于学习了 你现在正走在一条下滑的单行道上 你注意我的用词啊 下滑 单行道 很难回头的 你说你啊 从一个先进分子 变成了一个落后群众 你就不感到害怕吗 不感到心慌吗 不想幡然醒悟 迎头赶上吗 不想重新回到上进的大道上去吗 你领导 你还没吃饭呢吧 要不你先去吃 你别给我打岔 你好好想想 当然啊 作为你的领导 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 平时呢 不怎么爱说话 也非常地服从管理 但是 自从这个林强来了以后 你说你 连续提了几次意见 首先 你说说你 讽刺我吃狗粮的事 你要知道 行长很忙的 那万一要是小狗 吃坏了东西 拉了肚子 那影响了行长的工作 那怎么办 那我也是为了工作呀 其次 奖金的问题 你说我多吃多占 我只想问你 你对我们这些老同志 是什么态度啊 相反呢 有些同志 提出不正确的意见的时候 你说你不站起来反对 还跟着乐 跟着乐也不行啊 你要是在银行 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 为银行创出了不俗的成绩 那你由衷地感到欢乐 这个乐 是值得赞美的 值得尊重的 再比如说 你在月中岁末 是吧 看到我们龙元之行 在以好行长为首的 工作团队的努力下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那这个乐 是上进的乐 那你那个乐是什么呀 是落后的 毫无同情心的 没有是非感的 林小嫂同志啊 你赶紧回头吧 什么 什么表情啊你这是 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话呀 这是在挽救你 是不是 不是 我怎么不找萧萧谈 已经无药可救了 知道吧 好行长 最近就要进行一次人事调动 就要清除这种害群之马 清除林强的流毒 我再给你透露个消息啊 林强被调走以后 我就接替他的位置了 就是 副航长 领导呢 让我找你们这些 可以挽救的同志们呢 就是吹吹风 你吹吹风 你懂不懂啊 吹吹风就是 要把这个信息 散布 散布不好 就是 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消息 明白了吧 就是我要当副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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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大家都知道 那就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跟你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你这样 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 不要再去参加那些 无脑的排局了 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要深挖一下思想根源 狗粮和奖金的事就别再提了 那去忙去吧 再提我弄死你们几个 听到没有 你这 都给我吃了 领导 这两天啊 我找咱们行的十几个员工 展开了一对一的谈话 轻点 轻点 他们基本上都能认识到错误 这充分证明 咱们这个班子 你离我远一点 你嘴里那么大的味 靠我那么近 充分证明咱们这个班子呀 是非常团结的 在您的领导下是非常有凝聚力 我给他们指出错误的时候 那都能虚心接受 疼 你轻点 其中有六个已经写检讨了 剩下的我还在做工作 我相信啊 这次林强带来的不良影响 很快就能清除了 您是来通知我去青龙山的呀 就这么着急吗 我说你这个嘴呀 真是不饶人 我都接到电话了 人都打电话问我是不是 真的打算离开龙园 那柜台那些小姑娘都知道 说是什么张家明要接我的位置 银行里正在谈话 要肃清我的流毒 流毒都用上了 我要是稍微没点文化 我还以为我只是个毒瘤呢 那是你们行的事我不管 我今天来呢 一半是公事 一半是私事 咱们呢 先说公事 总行委托我 把环岛区这些营业网点 召集在一起 开一个会 在会上呢 讨论一下你的人事安排 好了 好了 你下次轻点啊 那我下次给您换个计时 行啊 哎呀 我说他们现在入账了多少了 一次 不够啊 差远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胜利永远是属于领导的 你把龙洋行这一周的稀数量报一下 一亿四千了 嗯 没有拿标 不过已经非常好了 后天到金融街制航开会 他要是达不到承诺的话 先把他从我们这段赶出去 不是 祝风山这个老东西也真是的 非要当众讨论林强去留的问题 你说这不是故意给我难堪吗 一个小小的副行长他至于吗 你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看看你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点危险没有 林强为什么就能短时间内让他们都信任他 你怎么就做不到呢 那就工事说完了 之前来咱们说一下私事啊 金融街中心制航缺一个副手 怎么样 过来吧 也没听说您哪儿缺副手啊 算是我个人的邀请吧 郑上也要去啊 你想去 没有 那你直接和周航说呀 没有 我没说想过 我拿着拿书去吧 可以 没问题 你认为龙洋行谁的业务强 你私下得跟我说一声 郝伟不敢不放任 您这属于挖墙巧啊 就算是 怎么了 to me 到我那儿你要想清楚啊 在那边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 不是说五个亿就可以解决的 想清楚 想清楚以后再告诉我 好吧 我先走了 周航 等 等 等一下那个 周航 我就是还有一个基金的业务 想跟您咨询一下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什么基金 余业嘞 那好 你是不是准备把这个 带到我们金融街中心之行 做个见面礼啊 行了 咱们两家行一块儿做呗 不行 你只能放在一家 那还是放在陆轩市行做吧 行 你跟我说说 我让你肃清林强的影响 你到处跟人说你要当副行长 那是我能认命的吗 你着急吹什么牛啊你 我没说 我就是让林小嫂去吹吹风 可能她理解错误了 但是 领导 你之前答应过我 你还赖上我了是吧 看上你的工作能力 要不是我护着你 有多少人要告你的状 你知不知道 是 是 领导 我跟老爸孩子都说了 只要没当上 太丢人了 等开完了会吧 只要副行长的位置空出来 我去总房就跟你做的工作 疏通一下关系 尽量跟你想想办法 谢谢领导 谢谢领导 有个好领导去 是我的福气 你这么想就对了吗 您跟我说说 我给你做啥 那五不一要是达不到 就只能加班走人 那银行是个信用系统 你既然承诺了 你没有达到 那用不着别人说 该上哪儿上哪儿去 至于这个上哪儿 我还没想好呢 那你现在就想 赶紧想 你的 伍夏的欢迎 笔的阳光 明明作响 七月的双手 纯情漫雾 风一阶望 将锁冷打破 青年的光驴 净花 言下每一场代价 确定就无畏只剩前往 黎明将近天窗 揭开这爱用真相 机会在我远离眼光 庞难眺望 沉浸着山 谁让我再用天降 守护心地围光 推过浮云划过海浪 找到空夜色旁 尘重我凉 哪怕在谷底 遇见我天际 今天被唤醒 一百会分明 We are Warriors We are We are We are Warriors We are We are We are Warriors We are We are 插起天窗 揭开这爱用真相 连下人海前路坚荡 除了分析和地图 推过浮云划过海浪 推过浮云划过海浪 找到空夜色旁 尘重我凉 超纤天窗 揭开这爱用真相 却会在我远离眼光 庞难眺望 沉浸着山 推过浮云划过海浪 守护心地围光 推过浮云划过海浪 找到空夜色旁 尘重我凉 去掉了